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也恰如其分地证实了韩红在15年前的语言 陈楚生 他还真没让人失望 前脚冠军 后脚封杀 2007年 陈楚生在快乐男生的舞台上首次露面 经过层层选拔 陈楚生终于摇身一变成为总冠军 不仅打败了张杰 于昊明等人气选手 还直接成为舞台上最闪亮的那颗星 后来一次采访中 韩红说了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 我只看好陈楚生 可前脚韩红刚对其大肆夸奖 陈楚生后脚就遭到了公司的封杀 他不仅被禁止演出 公司还向其所赔了227亿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观众得知此事后 纷纷怒持芒果胎的不地道 可与此同时 还有人觉得陈楚生并非无辜 原因无他 如果没有芒果的鼎力相助 那么陈楚生想要成功难于登天 陈楚生家境一般 在他14岁那年就迫切地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把吉他 后来直到1997年 陈楚生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从这时候起 陈楚生心中对音乐的渴望迸发 在内心的驱使下 陈楚生去到了自己家附近的一个小酒吧弹唱 到了2000年 这一年陈楚生19岁 为了追寻音乐梦 陈楚生高中还没念完就辍学了 后来他来到广东 因为人生地不熟 陈楚生就在父亲朋友的餐厅打工 餐厅旁边是一家琴行 在音乐上 陈楚生一直以来都是靠着自己摸索 为了接受系统的教导 陈楚生便在旁边报了名 吉他型的老板看到陈楚生在音乐上颇有天赋 便推荐他去一家酒吧住场 在这里 陈楚生遇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 出门在外深不由己 酒吧里来往人员颇杂 那些喝醉酒耍酒疯的人也多 尽管陈楚生乖乖唱歌 那些人偶尔也会找上门来 那时候的陈楚生感受到无比凄凉 也不由地想起了家乡的生活 更怀念家乡的女友 就这样 陈楚生一股脑地写下了 想念和有没有人告诉你 为了在音乐上唱出名堂 陈楚生便开始参加 越来越多的选秀节目 可这一切真的如同 他想象的那么顺利吗 当点 陈楚生在确定好自己的目标后 就开始不断地报名参赛 好在努力没有白费 在他20岁那年 陈楚生便获得了 亚洲最具前置新人奖 有了个好开头后 陈楚生就再接再令 到了2003年 陈楚生获得了全国 POP歌手大赛的冠军 而陈楚生也因此签约了 百代唱片 可出人意料的是 获得了冠军的陈楚生 并不受公司重视 陈楚生长相算不上帅气 他也像其他玩音乐的人 一样有些孤傲 再加上不会说一些甜言蜜语 陈楚生冠军的光辉 很快被其他的追梦者所掩盖 彼时的陈楚生家缝生存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为了改变现状 陈楚生便开始在公司力争上游 但公司自始至终 都是争之眼闭之眼的态度 后来公司对陈楚生放任自流 陈楚生也终于和公司和平解语 转眼到了2007年 彼时的陈楚生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气 为了登上更大的舞台 陈楚生便参加了当年的快乐男生 在这档节目中 陈楚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音乐友人 他们之同道合 常常能凑在一起交流见解 陈楚生性格略有些孤僻 也不喜欢太过引人注目 可就是这样安安静静地谈 赢得了无数人的驻足 后来比赛时 陈楚生一手有没有人告诉你 直接震惊四座 就连韩红也彻底记住了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 甚至还曾断言 管君非陈楚生莫属 陈楚生一炮而红 喜欢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他的梦想终于实现 韩红的话也一语成衬 迎面而来的鲜花和掌声 麻痹了陈楚生的神经 而陈楚生也因此一夜成名 成为不少公司眼红的人物 可那时候沉浸在美梦中的陈楚生 万万没想到 成名后的他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快乐 闹掰 对于陈楚生来说 自己只是想要做一个简单的歌手 登上舞台是实现梦想 但静静地唱歌才是终极归宿 可事实上 在陈楚生做着自己的春秋大梦时 背后的天愚经纪公司 已经为陈楚生安排好了一切 像快难 只要进入决赛 那么必须和天愚签上八年合约 陈楚生刚开始也没有多想 只想着怎么将歌唱好 但后来陈楚生才知道 当时的自己有多么单纯 在公司的安排下 陈楚生的行程满满当当 他整个人配合着公司的行程 一度忙到连轴转 无论是演唱会 还是商业演出和代言广告 只要公司要求 那么陈楚生都得去做 久而久之 陈楚生在音乐创作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彼时的他已经感觉到了被冒犯 但是碍于情面 陈楚生并没有翻脸 可后来一件事 却是让陈楚生一度忍无可忍 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上 当所有人都等待着陈楚生登场时 可走上台的却是之前 差可打混的四位主持人 他们言笑艳艳 硬着头皮将陈楚生将要唱的那首歌唱了下去 场下观众不明所以 不少人都纷纷发出了抱怨 甚至还有不少粉丝怀疑陈楚生遭遇前规则 还一度将所有责任归咎于芒果台 可到了后来才知道 陈楚生竟是不辞而别 有人传出 陈楚生是因为不满湖南卫视 安排自己和前女友同台演唱 那时候的陈楚生和前女友双方都已经有了家庭 而陈楚生但凡这样做了 那么就会被人们认为他对前女友念念不忘 陈楚生的女朋友陪伴了他多年 陈楚生一路走来 女朋友包揽了他生活中的一切事物 陈楚生后来大火 也不乏更好的人追求 但陈楚生从始至终 眼睛里都只有女友一个人 可在和天余迁余后 女朋友却成了不能谈论的禁忌 陈楚生对此颇有微词 但碍于情面也没有说什么 尽管后来陈楚生对此否认 并且声称自己只想安静一段时间 还表示自己离开舞台只是一瞬间的冲动 但目已成终 陈楚生也因此和天余结下了梁子 其实在陈楚生消失后 经纪公司还多次喊话希望陈楚生回归 可直到第七天 陈楚生才露面 许是陈楚生的做法太不留情面 天余便直接对他下达了封杀 可出人意料的是天余竟然会向陈楚生索赔227亿 但好在陈楚生最终经过和天余经过两年的谈判 终于以650万的违约金与期划清了界限 或许陈楚生后来想想自己的做法也有失妥当 而双方的关系也在2016年迎来破冰 后来陈楚生数次登上芒果舞台 台上的他一如既往的深情演唱 台下的观众热泪盈眶 到了今年 陈楚生再次和芒果见面 披荆斩棘的哥哥中 陈楚生不断突破自己 在一次次的挑战中更加地了解自己 他用自己的实力向观众证明了他的实力 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就如同当年吴白所说 我只看好陈楚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